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东界灭亡之后 南方相继经历了好几个朝代 人们把它们统称为南朝 而北方的几个朝代则被统称为北朝 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了 当时啊 有一只勇猛的部落 从西北边的草原来到中原地区 那就是仙卑族的拓跋步 他们啊 慢慢在北方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北魏 后来在几代皇帝的努力下 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 不过呢 仙卑族的游牧文明比较落后 无论是管理国家的办法还是生活方式 他们都和中原的汉族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两个民族之间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 整个国家还是乱糟糟的 后来孝文帝拓跋红当上了皇帝 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是一位汉人 她在冯太后的影响下从小就学习汉文化 她了解到 在治理国家方面 汉人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于是 孝文帝为了解决国家的这些矛盾 决定向汉人学习 慢慢开始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改革了 在冯太后的帮助下 孝文帝颁布了很多改革措施 其中有一项叫做军田制 鲜卑人来了中原地区之后 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放牧打猎了 就只好学汉人种起田来 但是 要种田就得先拥有土地呀 土地该怎么分配呢 以前 汉人已经有了一些管理土地的制度 于是 孝文帝和冯太后 便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军田制 军田制就是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 那时候因为战乱 很多土地就变成了荒地 国家就把这些荒地 分配给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 这样一来 不仅农民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 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呢 嗨 看到这些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孝文帝更加有信心了 冯太后去世之后 孝文帝便开始独自治理国家 继续进行汉化改革 不过呀 令孝文帝头疼的是 一些鲜卑大臣非常顽固守旧 他们老是觉得 鲜卑人已经成为了北方的霸主 而汉人只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那他们凭什么要学汉人那一套呢 但是孝文帝却认为 鲜卑人既然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 如果想要在这块文明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并且能够长久地发展 那么大家就必须跟汉人 要像好朋友那样和睦相处 这样才能得到汉人的支持啊 孝文帝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当时北魏的国都 在位置偏北的平城 不利于鲜卑人学习和接受汉族文化 而洛阳呢 那里不仅文化底润深厚 交通便利 而且啊 更有利于管理国家 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 孝文帝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国都迁到洛阳去 可是 如果突然提出要迁都 那些顽固的鲜卑大臣肯定不干 啊 怎么办呢 孝文帝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 他假装要到南方去征讨南齐 然后趁机把国都迁到洛阳去 他把大臣们都召集起来开会 严肃地说道 我们要征讨南齐 一统天下 不等大家反对 孝文帝又下令招兵买马 让军队做好作战准备 然后 他还特意命令大部分的文武官员 都要随军出征 就这样 孝文帝亲自带着三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可这时候正好碰上北方多雨的天气 一路上啊 道路泥泞 行军非常艰难 到达洛阳的时候 无论是士兵还是那些文武官员 一个个啊 都累得不行 垂头丧气的 大家都不想继续南征了 然而 孝文帝是休息了一会儿 便准备继续往南齐进军 那些鲜卑大臣纷纷出来反对 孝文帝假装生气地说道 我们三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准备攻打南齐 但现在 你们却突然不肯走了 这样半途而废 天下人都会笑话我们 大臣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孝文帝看到他们这样的反应 故意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说 唉 如果我们不继续南征 那么就干脆把国都签到这里吧 这样 大家就没有理由笑话我们了 同意签都的 站到左边来 不同意的 就站到右边去 很多文武官员 虽然都不赞成签都 但是为了结束南征 也都只好犹犹豫豫地 站到了左边 这一招果然有效 就这样 孝文帝终于成功的 国都签到了洛阳 签到洛阳之后 大批的鲜卑人 源源不断地涌进来 和中原的汉人一起生活 这时候 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更加明显了 大家穿的衣服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连说的话也不同 大家根本没办法沟通呀 孝文帝想啊 那就把这些不同的地方 改一下吧 于是 他决定要改变鲜卑的旧风俗 让鲜卑人 跟着汉人学习 他下令 三十岁以下的鲜卑人 全部要改成说汉语 禁止鲜卑人 再穿原来的胡服 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 然后 孝文帝又决定 要将鲜卑姓氏 改成汉姓 他还带头 把自己原来的名字 拓跋红 改成了圆红 另外呀 鲜卑人和汉人 也可以结婚啊 越来越多的鲜卑人和汉人 成为了一家人 就这样 孝文帝通过汉化改革 不仅增强了北贵的实力 而且 大大减少了 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百姓们都能和睦地 生活在一起了 哇 不得不说 孝文帝真是一位 很有才能的皇帝呢 可是下一期 皮皮要给大家讲的 却是一个败家的皇帝 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哦 拜拜